1.7.10 單身模組生成實況 Hello,大家好,Mikku好,我是悟心 歡迎收看我們的1.7.10 單身模組生成實況 我們上一集完成了,也不是完成啦 介紹的這個Chromaticroid的鵝卵石製造機哦 那當然它不只是鵝卵石而已 它也可以製造一些我們Chromaticroid自己獨有的一些特殊石頭 那我們今天就來繼續介紹我們Chromaticroid其他種類的植物或花朵吧 OK,我們可以翻開這本書,然後一樣在同一個Session的地方 我上一集介紹的是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嘛 還有Hit Lily也順便介紹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剩下這三個 先來講Fertility Bloom好了 那這個很簡單,它就是可以加速植物的生長 尤其是你的農作物 你把它放在農作物的附近就有效果 有一點像是另外一個模組的Fertility Lily 就是加速植物生長的某一個荷葉啦 很像的東西 但是它們用法其實也很像啦 我們可以把它做出來看看 那它的話呢,材料其實也很便宜 就是一些紅石花跟一個Gladio的Crystal 再加上一些符文石就可以做的出來啦 那我們的材料都有準備好啦 這個地方 今天的雨是不是特別的大 這個雨絲非常的貪圖 好,所以我們做出了這個Fertility Bloom 那它跟Fertility Lily的差別在於 它不是放在水上的 它是放在土地上的 那我自己應該是不會把它應用在我們的農場上啦 因為其實是有一些原因的 不過的話我們就當作示範一下 我們先隨便找一個地方來放置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有一塊農田啦 然後中間有一塊空地就是來放我們這個Fertility Bloom的地方 然後它是不是也需要 對,它要一個耕地才能放置上去 那我們拿這個小麥種子種在這個農田的附近 那過密思議的話這個植物就是可以加速附近植物的生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是否真的有加速 有哦 可以感覺到其中有幾個植物明顯的有長的特別快 但是隨著實踐過去你會觀察你會發現 它這個影響的範圍似乎是有方向性的 或者是地區性的 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是集中在它這個前後左右的區塊 側邊角角的話看不出效果 那甚至如果我繼續往旁邊延伸位置的話 你會看到它可能只會著重在某些地區有比較加速生長 那如果要讓這個Fertility Bloom效果更好的話是可以的 一樣用我們上一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東西 enrich vine 而且它效果也是可以疊加的嘛 那我們要怎麽疊加在Fertility Bloom上呢 就是很簡單往下挖 2、3、4 我們也不用太多 放一些就好 1、2、3、4 放了4個 然後再直接加上去 所以是可以疊加在這個 這個enrich vine 那就不需要耕地啦 其中一個植物已經生長完了 然後加上enrich vine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效果就變得比較顯著了 長得比剛剛還要更快啦 那雖然加了這個vine變得比較快之後 但你還是可以注意到 它的影響範圍還是有限的 大概就是前後左右兩個的距離吧 超過這個距離或者是這個角落的地方就幾乎沒有什麽效果了 然後根據說明書的作者的廢話當中 他有提到一些枝條的東西 其實似乎是針對Agricraft模組 所以不曉得它是不是會對Agricraft的支援性特別好 搞不好哦,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我馬上就有這個雜草 這個它不只加速植物生長 也會加速這個雜草重生啊 其實就像你用Atrile Tierty的水壺在殺水壺一樣 你如果對著空枝條殺水壺的話 它也是很快的就會長出雜草 感覺用Agricraft枝條之後速度是不是明顯的增加啦 還是一樣是前後左右比較明顯 但是長的速度感覺有 比沒有 比FairAgricraft就是原版的還要快很多 那這樣總total看下來 你可能覺得這個東西感覺沒有想像中的好用咧 我用灑水器不就好了嗎 運作範圍更大對不對 但是根據作者的說明啊 就是它自己說的啦 它這個是設計用來給那些 植物生長階段很少 但是長很慢的那種植物啦 什麽意思,比如說 像小麥這種它會分成好幾個生長階段 還會有0,1,2,3,4,5 就是要長個好幾次才會長到成熟的 這種就不太適合Fertility Bloom 那什麽比較適合就是 可能有某些模組的植物啊 它會花很長時間停留在第0階段 然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就噗!長大 其實有點像一些樹吧 可能有些樹苗類的這種植物 它花很長很長時間等待之後 才會長大成植物 但是一口氣就到到位了 那種植物就會比較適合Fertility Bloom 那當然這是作者說的啦 實際上效果如何的話 我也想不出來到底有什麽植物是屬於這種範疇 不然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樹苗好了 那要成功使用的話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耕地 所以放在它旁邊看看 有沒有明顯的加速它的植物生長啊 樹長大了 但是沒辦法説非常無敵快啦 所以到底有多快呢 或許我們可能也要放一些 這個 enrich vine 會更有效果 但我覺得沒差我就把它 可能有快一點點吧 沒差我們就把它放在這邊就好了 因爲其實它也不用消耗任何的能量 它就是一個免費的東西存在於這邊 我就把它丟在那邊 讓它自然的加速我們的林場的生長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下一個東西 那下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先介紹這個好了 這個是Cecerweed的剪刀植物 然後根據它的說明它似乎是針對Bertania而來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跨模組資源的東西啦 那它這邊的講法就是 如果Bertania你要大量生產16色花朵的話 通常有人會做一種花 它會消耗麻辣 然後自動生成花朵在附近對不對 那你要收成這些花的話有很多種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是用那個收穫之谷 就是那個Draw 然後搭配一個魔力噴射撞到它它就 然後把附近的植物給收成對不對 然後它就在講說 你用那個谷好像很厲害 但是它會不小心把附近的樹葉 跟不想用的植物給打掉啊 感覺好麻煩哦 所以我們的作者表示 我就創造了一個屬於我的東西 它可以自動的剪掉這些花朵 然後不會移除掉不該移除的東西 總而言之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Bertania的Manchudu 這個是一個吃樹葉發電的花朵啦 那它其實是還蠻貴的 但為了示範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的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它是花的話就需要這個花園水池 Manchudu 好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再回到我們CC祭壇 按照它的配方擺放 然後花中間一個Orod 再加兩個Fiber 再兩個樹葉方塊 Cecerweed 算有一點貴的花啦 如果以Bertania的角度來看的話 Cecer Cecer就是剪刀的感覺 所以它放在世界上 不需要消耗能量就會有效果 那怎麼看它有沒有效果呢 其實它的效果有一點點米 就是正常的話 只要不是Bertania16色的話 理論上它是不會去理它了 但有時候它又會把它剪掉 我不知道為什麽 但是如果我們有Bertania的16色花朵的話 它就會把它剪下來 可是透版本的我不曉得有沒有效果啦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放一個花瓣 然後搭配一個 骨粉 它長大了 那它會不會理它呢 它感覺好像不鳥它呢 也有可能吧 因為用Bertania的那個 JD花來生的話都是小花 不會是這種大花 所以我們去野外採一些天然的花好了 那我們隨便採了兩種顏色這個花 我們就把它放在它這個花的附近看看 它有沒有要理它的意思 開始有效果了 但是這個減花的速度 但是這個減花的速度 有一點慢 但是當然你要增加它速度的話 一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Enrichment Vine 2 3 放個3朵就好 1 1 2 3 放一個這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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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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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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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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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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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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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Botania OK,今天最後一朵花 我們來看一下是這個 Reversian Lotus 它比較是針對Thunkrat而來的 那它的說明的話簡單來講就是它可以反轉生態域 比如說Thunkrat的話它會有很多機制會修改你當前的生態域 比如說變成污染生態域或者是詭異生態域 或者是變成魔法森林生態域 那這朵花的功用就是把這些通通反轉回原本應該有的生態域 就是原本應該可能是草原生態域嘛 它就會把它回復成草原 原本是沙漠那就回復成沙漠這樣子 所以用起來就有點像在玩Thunkrat清潔土地那種感覺啦 但這是用Chromaticrat的方法 那Chromaticrat不只是用這朵花可以反轉 它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還可以用彩虹樹 甚至是我們Chromaticrat中後期玩這個Ability的時候 也有一個能力是可以快速反轉生態域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把這朵花做出來試試看 它的話其實也沒有很貴很便宜 所以它是一個在Chromaticrat來講初期就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比起我們Thunkrat這個Ethereal Bloom 這個要幾乎是到後期才有辦法大量生產 這個初期啊,初期的話你其實可以去魔法森林用剪刀剪啦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生產的話要到後期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Chromaticrat在這麽初期的時候就可以做這個東西啦 大概我們做的真的很討厭這個Thunkrat的污染生態域吧 所以我們可以先隨便找一個有Thunkrat的地方試試看 我記得沒錯的話,對,這邊有一個詭異生態域 那我們可以先試試看這個Ethereal Bloom的運作速度 我們就把它種下去 我們就看到一個非常美妙的動畫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進行它的運作了 然後 理論上的話它四周的這個生態域的顏色 你看會漸漸的變淡 就會回復成旁邊這個沼澤生態域 而不再是這個Ethereal生態域 所以這個速度大概算1好了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個速度是1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放下這個Chromaticrat Reversion Lotus 來看看它的速度 放下去之後就開始運作了,不會有動畫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顏色的轉變 所以感覺上它的速度 你要說跟Bloom一樣快也差不多啦,但是 但是呢,用Chromaticrat的方法你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你還可以這樣子高 就是再加上Vine來升級它,就可以讓它更快 比如說我們加上3個 然後再加上這個 那它的運作速度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 你可以看到 非常明顯 我們在Ethereal Bloom旁邊還有一些黑黑的地方 但是這個Reverse Vine它附近 已經幾乎沒有黑黑的地方了 所以用Chromaticrat的話它不僅是便宜 而且速度也可以變很快 好,那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有點狹窄 我們可以去一個更危險的地方來測試 好,我們來到了地方呢 沒有錯,就是剛好在我們家不遠處的一個很大一片的 污染生態域啦 那我記得沒錯的話我應該是有把Config設定裏面的 自動擴散給關掉啦 所以這個污染生態域就是這麽大而已 我們找一個安全一點的地方來測試 那邊都有些Spawn 很危險 來看看 因為這個污染生態域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找個地方 好像沒有什麽安全的地方 好,我們先在這個小山丘試試看好了 那一樣先試我們的Ethereal Bloom 其實Ethereal Bloom能夠用這個嗎? 不行 這種Chromaticrat自己可以用 我們放下Ethereal Bloom之後 我們來比賽看看誰可以比較早清啊 它的說明有提到Purple Weed的紫色的 它就是講黑曜石紫色的 跟Magical Forest的三種生態 可是看起來我們這個Thuncraft的 它好像不會,應該說 Chromaticrat這個東西並不會清除這個污染生態域的樣子 那我們如果不放這個Vine,讓它直接貼著地板看看呢 你看看我們Ethereal Bloom已經 禁中職守的緩慢地清理這個生態域 但是另外的Reverse並沒有任何效果 所以當它就沒效果 但不只Chromaticrat可不是到這邊而已 它還有一個終極方案 就是用Rainbow Sapling 那這個東西有點像利用Thuncraft的銀白樹 但是我們方塊我只有一個樹苗 所以我就不示範這個了 我們直接種這個彩虹樹 那種哪裡咧 種這裡好了 終於長出來了 所以要一個足夠大地 然後你一種下去我們的彩虹樹 馬上就可以看出功效哦 而且它的功效是非常顯著的 你可以看到它附近的一些生態域馬上就變成 綠色的了,不再是紫色的 所以它比較像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好像打一道雷下去 一個光束下去然後那個生態域直接乾淨 然後它的運作範圍也非常的龐大 基本上在這個彩虹樹的周圍 我們的這些紫土通通冰敗如山倒啊 完全不是我們這個彩虹樹的對手 哪怕附近有一個污染的Node好了 應該也不是它的對手 這邊有一個污染氣泡飄上去 所以我們Etherebloom它剛剛花了大概5分鐘時間才清完這一塊地 我們一個彩虹樹,大家看它已經從那個地方 清到這個地方 它就會一直在這邊清理 那我在想我有沒有多的彩虹樹苗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想試試看它如果遇到那個 這個污染的節點會怎麽樣 哦,終於長大了 剛剛上面這邊有一個離島被擋住了 所以它才不想長 因為這個樹本來就很高 所以這個移動下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某些地方已經變回原本的生態域了 我主要是看如果它打到那個靈氣節點的話 會發生什麽事情 因為它這個是回復成正常的生態域 它並不是變成這個純淨的生態域 那這個污染的節點它 它會被淨化嗎 嗯,搞錯重點了 我應該是要看它這個污染節點 因為它會讓附近的地變成污染生態域 所以跟它打架誰會贏 可是我有想到因為我已經把Thun Cry的擴散功能給關掉了 所以也許它的污染節點也沒有辦法 再有那個能力變成污染生態域也說不定 不過我看到這個地方好像顏色又變了 感覺好像真的有在打架 所以我們的Rainbow Tree它是一塊一塊一塊的青嘛 所以當它青完那邊之後呢 也許我們的污染的節點它還在 在進行掙扎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清理的範圍越來越大 甚至連這些污染的動物都已經 居無定所了 是污染羊啊 哎呀,趕緊把它的污染物丟回去 所以這邊剛剛好像又被清了一次 然後我們的污染節點還在抵抗 那就是無窮無盡的爭鬥下去 永無寧襲之日啊 除非我們把這顆節點給搬走 或者是進化它吧 或者是用罩子把它罩起來應該也行 你可以看到這些原本居住於污染生態域的一些爛泥巴 隨著保護傘消失之後呢 它們也會漸漸的腐爛跟消失 還有一些像是 特殊的生怪磚啊 跟生物啊 也會扣血而死啊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收看 感謝Miku 我們期待下一次再見咯 謝謝大家 各位 拜拜 好 我們在這間群下的群點 我們在這間群下集了 香港群下的群下集 馬來 ほら溶けたみたい